7号 美国和俄罗斯军舰在太平洋险些相撞 双方互相指责使对方不当行为 险些导致相撞事故 此次险些相撞的两艘军舰 分别是美国的导弹巡洋舰 前色勒斯维尔号和俄罗斯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 美国海军称出事地点位于菲律宾海 据美海军声明称 当时一架直升机正准备降落在美巡洋舰上 就在这时 位于后方的俄罗斯驱逐舰突然加速驶来 最近时约15至30米 为避免碰撞 只得开动所有发动机转向 声明还说 俄罗斯军舰的行为不安全不专业 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和海上航行惯例 俄罗斯方面发表声明 指责美巡洋舰的行为是危险的 不能接受 声明说 俄美两军舰本是平行行使 后美军舰突然改变行驶方向 与俄军舰距离不足50米 俄方人员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 改变路线才避免相撞 根据国际海事法规定 在海上行驶时 两船之间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在超越时也应保证相隔至少900米 各国海军在海上执行任务时 不得妨碍其他船只 去买